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果要講兩個字就描述的話 我們要談的是極限 但是我們要先談連續函數 這個跟一般的書不一樣 那原因是因為我覺得連續函數 是一個比較直觀的東西 那因為我沒有要用很嚴格的方式來談 我應該先這樣講 連續函數跟極限 如果嚴格的按數學系的標準來學的話 通常光是這一部分大概就要學一個月 以前我們都要學一到兩個月 拼命在那邊寫 那證明剛剛大家都搞不懂在幹嘛 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聽過的話 那個方法叫Epsilon Delta 那這個方法我們沒有要用 那關於極限我用的方式 還是比較直觀的方式 直觀的方式意思就是說 你大概想像是對的 它差不多就是對的 那這個問題基本上只有到後來 你碰到某些特別的東西 才會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先談什麼叫連續函數 那連續函數也還好嘛 因為函數就是圖形 你有函數圖形 當你畫的時候 它從頭到尾都連在一起 這叫連續函數 就是圖形全部連在一起叫連續函數 那什麼叫不連續函數 不連續函數就是有斷掉的地方 不知道因爲什麼樣的原因斷掉 然後 雖然它還是一個定義在時數上的函數 它中間有斷掉的地方 但是你注意到一個事情很有趣 雖然這個是不連續函數 但它其實在很多地方都還是連續的對不對 就是說 我光是說它是不連續函數 這很明顯嘛 因為圖形已經被我弄斷掉了 所以當然是不連續函數 整體來講不是 但它明明有很多地方看起來是連在一起 譬如說我如果只看這一段 它明明就是一個連續函數 所以這個事情 其實跟你討論這個問題的定義 其實是有關係的 我剛剛講這個只有說 我從時數到時數 我把定義想成是時數 然後因此這函數 左邊那個是連續 右邊這個不連續 譬如說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把定義想成只有在這個部分 就在這個部分 這個看起來好好的 連續 所以仔細想想的 連續這個概念 感覺起來好像不應該是整體的概念 它好像有一個更根本的部分是 你應該先彈 譬如說這邊有個點A 它對應到這一點 然後你彈說在這一點的時候 它旁邊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能夠說明這件事情 至少像這些點你感覺它還是連在一起 後來它整個連在一起 然後這邊是連續函數 你就覺得好像很有道理 然後這些點之所以不連續 像這些點有問題 這些點有問題 是因為它不滿足在這個點 我看起來它就是在這一點 它斷裂掉這樣子 所以在這之前好像我們應該要先定義 什麼叫做在X等於A Fx 應該先談這個 但是我定義方式也還是很直觀 簡單的說這個定義就是 Fx 把A附近 Fx的數都印到 就這樣 繞口令 從圖形上來講 它的意思是說 所謂在A連續 就把A附近 附近是什麼東西 附近是一個 你非常清楚是什麼 但是要你講清楚 你是講不清楚的東西 就是這種東西 A的附近 你就假裝這是它附近好了 它附近的那些點 印上去以後 印到這邊來 這點印到這裡 這點印到這裡 你看函數值 它取值的時候 就在它旁邊 就是A 然後這一點呢 這段是FA 所以這段是我把它取過來 就是FA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這旁邊的點關 印上去的時候 函數值都擠在旁邊 印過去就在它旁邊 就這樣 好 那至於你說附近 到底多小叫附近 好 這就 好 所以它其實有一個意思 意思就是說 好 雖然大家附近不一樣 但是呢 不管你把附近取成多麼的小 它都對 好 就是有這種意思 好 沒有關係 我們後面看一些例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20頁中 下面這個 這三個圖 這三個圖在我現在打10圈的那一點 都不是連續函數 因為他們各自都違反了這件事情 左邊的這個圖 它附近 它這個點非常的孤單 它黑色的這一點 就印到它自己這一點 但是它旁邊的那些點 都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有沒有 一個右邊的點都跑到正無窮大去 左邊的點跑到負無窮大去 所以這不是連續函數 我們再看中間這個圖 中間這個圖就好像那個黑點沒有擺好 它照理說應該擺回那個白色的圈圈去 就是它如果一擺好就變成連續函數 可是因為問題它沒有擺好 所以黑點旁邊的那些點印的函數值 都印到它好像該在的地方 只有它自己跑錯的地方 感覺上像是這樣子 然後右邊那個點一樣 右邊那個點 右邊感覺是連續的 因為右邊的點 都好好的印在它旁邊 但是左邊的點跑掉了 其實是這樣子 好啦 那這就簡單說明 就是所謂附近印到 至少這三個都違反了 然後我們先談 我先談那個你們該知道的東西 基本函數 什麼叫基本函數 就是我上次講 我們學過很熟的那些函數 三角函數 有理函數多像是全部 基本函數都是 一再定義 在有定義的地方 都連續 好不要寫地方 有定義的點全部都連續 好 譬如說多像是函數 從頭到尾都有定義 所有的時數都可以 所以多像是函數 從頭到尾都有連續 我剛剛這邊漏腳 這邊請大家再加一句話 如果在你的定義裡面的 每一個點它都連續的話 我們就說這個函數在 這個函數是連續函數 應該要加上這個 就是 就是 若 fx 在定義上 所有點都連續 好 所以我們稱fx是連續函數 這樣子 OK 所以只要 只要你在定義上 中間有某一點 破壞這個規則 它就不是連續函數 它意思是這樣 你必須要所有的點都連續 它才是連續函數 那我剛剛講 多像是 這是連續函數 因為它所有點都有定義 那我剛剛已經講 它才所有有定義的點都連續 然後呢 有理函數 有理函數譬如說 y等於x分之1 那這個就是有點像 有點像我講的上最左邊那個圖 它就是在x不等於0的時候 它有定義 然後在所有x不等於0的點 它其實全部都是連續的 這樣 OK 但是這個函數如果你想成這個函數是 因為它的定義本來就不包含x等於0 所以你可以說其實它是連續函數 所以它看起來完全斷掉 那這個 這好像跟你玩文字遊戲 所以好像最好不要提太多這個事情 我簡單的講 你們稍微想一下好了 但是我不會去考這些東西 y等於x分之1 在數學上 如果你像左邊這個圖 包括你把那個x等於0定義成0 假設這樣子的話 因此它就變成整個時數上都有定義的話 那麼這個函數不是連續函數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點踢掉 就是你的定義率是x不等於0 那依照剛剛的定義 因為它在所有點都連續 所以它其實是連續函數 雖然看起來它是在斷掉 但你要想成就是說 因為你的定義率分開了 它各自在各自的那一半裡面 其實好好的連續函數 譬如說像這樣子 好 那其他的三角函數 好 指對數 好 但是呢 我雖然不去證明 我不去證明為什麼它是連續 但是我要提醒你為什麼 多項事呢 包含了我們日常生活 所用到最基本的加減乘 對不對 就是加減乘 加法 減法 跟乘法 這些東西呢其實都是連續的 什麼叫連續的 就加法來講什麼叫連續的 它意思大概相當於這樣 你說2加3等於5 這我們當然知道 2附近的點差一點點 3附近的點差一點點 把它加起來以後呢 你又得到5旁邊差一點點 這沒錯吧 譬如說2.1加上3.1 一定在5旁邊5.2差一點點這樣子 所以所有的這些運算呢 其實基本上都是連續的運算 其實人類一定要這樣 不過人類文明根本發展不起來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運算本身一定是連續的 好 這樣子 然後儲法呢其實也一樣 儲法唯一的罩門就是它不能是0 它不能除以0 除此之外 儲法這個運算本身也是連續的 那多項事跟游裡函數是從 加減乘出來的 所以人類最基本的運算 因此它全部都是連續函數 好 這樣子 我不是在證明什麼 我只是說 這只是喚起你 你心中最基本的那些嘗試而已 三角函數是連續函數 為什麼 因為三角函數談的是 一個直角三角形的比例 對不對 這個除以它的比例 那三角函數的變數呢 是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做一點點變化的時候 請問你那個三角函數值 是不是跟著做一點點變化 因為我們幾何的直觀 我知道這個地方角度變一點點 就表示這個三角形稍微張大一點點 或者縮小一點點 在這個時候呢 它這個比例當然也是跟著變化 它是連續的跟著變化 所以這是為什麼三角函數 其實全部也都是連續函數 這是因為幾何直觀 上面這個直觀是你日常生活運算的嘗試 這個三角是因為幾何的直觀 你知道它是對的 所以這些都是連續函數 只有這兩個傢伙 這兩個傢伙就挺麻煩的 因為我們的日常直觀 其實非常不支持這個事情 不是說不支持 而是你根本搞不清楚 你自己在說什麼 值對數你以前學的時候 是從5的三次方 等於5乘以5乘以5 開始對不對 這是指數這樣子 到了國中不曉得為什麼 突然之間出現了5的0次方等於1 這已經非常違反你當初的這個直覺了 因為你本來是在乘 你在做一個字節的字乘 那5的0次方 你什麼都沒做 為什麼是1呢 聽起來很怪 然後前面還可以-2次方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你記得 我不曉得你還記日的 但是你最好回想一下 你當初之所以會有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們想要把指數率推廣到整數去 就是5的m加n 我希望它維持在5的m次方乘以5的n次方 那本來這是自然數而已 你現在希望它在整數都是對的 因此你把它帶進去稍微算一下 你就知道你非得要定義這樣不可 所以它是被定義出來 被約定出來的 OK 是這樣 好啦 這個好不容易解決了 又開始出現5的2分之1次方 那你要開始想5的2分之1是什麼 但是5的2分之1次方 基本上還是利用這個東西來解決 就是你要擴張指數率 你現在擴張在這裡 因此5的2分之1乘以5的2分之1 等於5的2分之1加2分之1是5的1次方 所以你知道5的2分之1應該是開根號 就像這樣子 所以你也是一步步的透過指數率來 好啦 你做到這個地步呢 我們當然已經算是非常厲害了 就是我們已經到了有理數 就是這是有理數 我們在整個有理數上都可以定義 但是 這是什麼鬼啊 我的根號2次方是什麼東西啊 因為它不是有理數 你也不能開根號 這些開也不知道開到多少去 因為它是一個無窮的小數 所以像這東西到底要怎麼辦 其實這是一個問題 這真的是一個問題 你們老師在高中解決的方式就是說 哎呀 指數函數就是這樣 好 結束 沒有了 它差不多都是這樣 因為它如果再解釋下去 它就要畫一堂課 然後還講不清楚這樣子 所以這樣是最簡單的 畫一個圖 你那些點你就畫在這裡 然後你把它補起來 就好像你當初畫函數圖形的計數一樣 這些點反正在這邊 然後你把它連起來 來 就對了 就這樣子 好吧 我們現在勉強湊合就先這樣用 我們會在恰當的時候 大概到第三章的時候 我會用某個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希望那個方法有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承認 這是一個純粹比較數學的問題 如果你對這個事情沒有什麼興趣 你反正只要記得這是連續就好 就是指數函數 對數函數是連續的 到這邊你可能會想問一個問題 真的有函數是在 就是像我剛剛講 我說這個不連續 然後在很多地方都連續對不對 難道真的有函數到處都不連續嗎 因為快要下課了 所以我就提供個餘性給你們 你們可以回去慢慢自己想一下 就是這個函數 正函數比隱函數好 因為隱函數那函數的式子根本寫不出來 這還好他寫在一清二楚 他只是不是一個算式不是多項式不是有理式 只是這樣子而已 他說在有理數的時候呢 這函數對應到0 當他不是有理數他對應到1 這個定義非常的清楚 現在請問這函數有沒有連續 好 好問題 事實上這函數在任何一點都不連續 他畫成的圖呢 函數圖形是什麼 你們最喜歡畫函數圖形 但是函數圖形長什麼樣子 函數圖形大概是這樣 這條線 以及一條比較淡一點的這條線 大概是這樣 就上面這條比較明顯 下面一條比較淡 比較淡的意思就是說 他點比較少比較少 但是遠遠的看起來 根本就是兩條線 完全違反函數圖形的約定 對不對 你一個點進上去不是不應該嗎 但是他沒有違反 因為如果這點正在這裡上面就是空的 如果這點是空的上面就是有東西的 所以他其實每個地方都有一點這樣子 所以他並沒有違反函數的約定 好啦 自己去想一想 這只是娛樂而已 沒有別的意思 他的鐘太快了 好吧 那我們可以再講一點點 後面這部分呢 其實講得很簡單 也許我就很快把他講一下 那我已經講了 這些基本函數都是連續函數 所以下面這些例子只是應用我剛剛講的那個定義 稍微說明一下 他為什麼是連續函數 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說 fx等於1 這是連續函數 這是常數函數 如果連這個函數都不是連連續函數的話 那人類文明就沒有了 因為這函數從左到右 你就是一路畫過來 你看到沒有 我剛剛就是這樣畫 所以這是連續函數 不過這不太對 因為我剛畫那個也是 就直接畫過來 那是假裝的 這是真的 其實這個圖看起來跟那個圖完全一樣 我隨便取一個點 A 在他附近的點 我們說他的函數值 也沒有跑到他的函數值 A的函數值附近 但是因為A的函數值就是1嘛 結果你發現他附近的點 全部也都對應到1 所以他不只是對應到1的附近 根本都擠到你身上去 全部都擠在這一點 這樣子 結果所有的這些點 所對應到的函數值 全部都擠在這裡 好啦 那就是最附近的意思了 就是你還可以懷疑 這個旁邊要多大是附近 但他都明明對應到你上面 那當然就是 附近 好 這是一個 我對我們學校的中 要重新估計一下 這是簡單的一次式 這是連續函數 那我們看大概要怎麼說 所以F 他不高興 好 我把這個稍微講完就好 其實我應該不要寫F 他的意思就是2 你把A加上很小的數 這是什麼意思 A加上很小的數 就是A附近的數 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說2.1在2附近 就是2加上0.1的意思 對不對 或者1.9 他在2附近 就是2減掉0.1的意思 就是加上-0.1 反正不管怎麼樣就是很小的數 所以你加一些很小的數呢 其實就是A附近的意思 然後你把它帶進這個函數 你去計算一下 你就得到2A加上2乘上很小的數 然後呢 你要同意2乘上很小的數 其實還是很小的數 好啦 那就是4啦 那因為我們知道 y等於2x是把東西放大兩倍 所以呢 你在那個很小 的確那個很小的東西變成2倍 但是因為很小很小的東西 再放大兩倍其實還是很小嘛 這樣子 所以就說明了像這樣的事情 一般維積分數 其實連續函數是後面才講 通常是先講完極限以後 才談連續函數 不過我的想法是 因為很多連續函數 尤其是基本函數 你們根本就熟的不得了 所以還不如從直觀上 先讓各位就是確定 反正這就是你們了解的東西 但是我在談這個連續函數的時候呢 我就用到 就是後來我們討論了一些例 好 我們稍微複習一下 好 連續函數的意思就是說 還有 嗯 當然我上次講過 這個重點當然在附近這個詞本身帶著一點 不是很清楚的意思 這個東西當然 數學家當然不能留著這個東西這麼不清楚 所以他們有一個辦法 把它講得非常清楚但是看不懂 所以這個是一般 就是譬如說讀數學系 或者某些微積分角 他們必須要做得很清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事情 至少直觀可以幫很大的忙 雖然它也會讓你產生誤解 我們把這個東西 按照我們上次例子的寫法 我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東西我可以寫成 F A加上很小的數 大概這樣可以寫成這樣 這邊我們把A的附近轉換成A加上很小的數 這就是A的附近 那所謂很小的數就是0.01 0.001 負0.01 就很小很小的數 因為所謂A的附近 譬如說2的附近是2.98 譬如說這樣子 2.98 不是2.98 對不起 1.98 1.98就是2減掉0.02 像這樣 所以是加上-0.02 像這樣 OK 這個意思就是說 把A的附近的數 你透過F的印射印過去以後 它會落到FA的附近 所以寫起來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大致上 如果不是碰到很莫名其妙的函數 或者說你可以計算的函數 大致上你可以用這個稍微檢查一下 我不會說這是嚴格的證明 但是它離真正的證明 其實也沒有差太遠 所以我們先回憶一下上次講 譬如說我們講Fx 我們考慮譬如說它等於 我上次給那個數字太小了 不能夠描述 我寫個稍微大一點 譬如說這樣好了 你現在有個函數Fx等於10萬嗎 10萬 10萬乘以Ax 這是一個簡單的多項式函數 雖然你一輩子也沒看過 因為這個圖一畫起來 就跟垂直差不多這樣子 但是無論如何呢 這是一個連續函數沒有問題吧 那我們來檢查一下 所以一照這個檢查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這樣 所以我要檢查就是說 在A的附近加上一個很小的數 我現在印過去了 本來把一個很小的數 我現在透過這個函數把它印過去 計算一下 你得到它是10萬乘上A 加上10萬乘以很小的數 我為什麼要取10萬呢 因為我上次取2x或3x 你馬上就會欣然同意 2乘上很小的數還是很小的數 可是等我寫到10萬乘上很小的數 來 我說這是很小的數各位同意嗎 就比較不同意對不對 10萬乘上1等於10萬 10萬很大 10萬乘上0.1是1萬 1萬還是很大 不過重點不是這樣 因為你這個很小的數 A的附近 你可以取得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如果你這個很小的數 根本取得譬如說1億分之一 其實馬上它又落到0.001去了 所以只要這個數是固定的 這邊你還取多小的時候 都取多小的時候 這個都終究還是會變成很小的數 OK 好啦 所以我就是故意找X 讓你感覺有點點矛盾這樣子 但事實上是對的 就是A加上 因為我想的很小 0.1 0.01 其實老實講也不是什麼太小 這個很小很小就是 就非常非常的小的意思這樣子 所以那樣子你乘上一個10萬 沒什麼了不起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 還是很小很小這樣子 所以這邊有個很小 我已經講了 好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例子 譬如說我們要檢查Y的X平方 是不是連續函數 這個問題 其實處理器的口試有時候會考 什麼口試呢 還不是那個升大學的口試 是升研究所的考試 所以照理說應該是很簡單 但據說很多人都不會做 當然我指的是不會做是指用我剛剛 很嚴格的那個意思去寫 很多人寫不清楚 那假設用這個表不嚴格的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要說明X平方這個函數 在A是連續的 所以我就是要檢查剛剛這件事 好 我帶進去 把A加上一個很小的數 A附近的數帶到X平方去 所以你現在透過計算 這個計算很簡單 因為這是二項式展開 而且才二次方而已 所以A平方 這是跟你們國中就很熟的東西 變成這樣子 所以A不管它多大 總是一個固定的數 然後你現在 你現在這邊帶進很小的數 所以就跟剛剛那一樣 A不管它是1、2、3、10萬 都沒有關係 反正你現在只是固定一個A 問說在A是不是連續的 所以你只是要檢查 A附近的數 經過這個運算之後 它是不是還在它附近 我上次已經講過 因為這個運算是懲罰 各位其實很早很早以前 你就相信它是對的 我只是把你已經相信是對的東西 把它稍微寫清楚一點 只是這個意思而已 所以2A乘上很小的數 當然很小 很小的數的平方當然更小 所以這整個加起來還是很小 我這個寫法對任何A都是對的 對任何A是固定的 都是對的 所以Y等於X平方在任何A 它都是連續的 因此它是連續函數 好 這我們上次講 好 我們再看 這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看不等於0的地方 反正等於0也無法定義 除非你硬定一個 好 我們隨便取一個A A它不等於0 加上一個很小 A加上很小的數 那我現在知道 因為我已經知道我要證什麼 我希望證明呢 這個很小的數會等於A分之1 加上很小的數 我希望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今天問題是你怎麼做這件事 那這個要比較費工一點 好 因為你不能夠 除非你用你的直覺說 我從小時候算了很多 所以就是對的 好 這我也知道 好 但是假設我們稍微謙虛一點 就是說我們稍微算它一下 我們看應該怎麼寫 所以第一個 反正你學過很多代數計算 不會有很多問題 所以A呢 你現在可以把它提出來 A提出來後 變成1加上A分之很小的數 這很小的數寫中文實在寫 我寫很小就好 寫中文寫太多了 好 那這個是分配率 好 我把它提出來 這沒有什麼 好 那很小的數除以A呢 反正A是固定的 所以還是很小 還是很小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寫成 就是很小 然後呢 這個地方 它會等於A分之1乘上 1加上很小的數之後的倒數 所以其實還是1加上很小的數 這樣子 那這為什麼 那這當然就是你們很熟的東西 一個靠近1的數 不管它是1.01還是0.99 它的倒數當然還是在1旁邊 這你們熟得不得了 從小就知道了 事實上1.01差不多是0.99 然後0.98的倒數差不多是1.02 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了 這個以後反正我們還會看得更清楚 不過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用了這個40 所以橫角的數 那這樣這個乘上去就對了 就得到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整個說明裡面 你其實沒有用到很特別的東西 你只是簡單的做代數計算分配率 那頂多只是用了一個我剛剛講 你應該已經很確定是對的東西 一般的A不知道 寫成抽象的A很難寫 但是寫成非常確定的E 那事實上就比較簡單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我在講義上沒寫 因為我希望你們可以算 但是事實上 用這個方式你也可以去驗證 譬如說sinA 應該這樣寫 Y等於sinX 不是Y等於sinX 它也是一個連續的函數 在任何A 那你要做的事情類似剛剛這邊 你只要會算下面這件事 只是我不是很確定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把它寫在這 我沒有寫在講義上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你要做的當然就是 要用橫等式 變成sinA cos很小的數 加上cosA sin很小的數 然後呢 利用我們上次講 sin跟cos是連續函數 這個第一個你知道 而且我們事實上不需要知道很多 因為我是要知道sin很小 就是它當你這個角度很小 這個角度很小之後 cos跟sin的值應該是什麼就夠了 這樣子 那因為sin0呢等於0 那很小的數就是事實上就是0加上 這邊都是0加上很小的數 那你利用sin是連續函數 所以你知道呢 事實上這個地方就是 這個就是很小的數 sinA本身是很小的數 因為它等於sin0加上很小的數 但是sin0是0 這樣子 那另外這邊呢 這是cos0加上很小的數 那事實上就是1的附近 很靠近1的數 所以這兩個合在一起以後呢 它就會變成sinA加上很小的數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 好吧 仔細的寫這邊應該差不多要寫成1加上很小的數 然後這個地方寫成0加上很小的數 這樣子 好吧 那這樣sinA乘上1得到這個4 在這 sinA乘上很小的數 再加上cosA乘上很小的數 都是很小的數 像這樣子 好 這只是一點補充 不是太重要 所以到這個地方呢 我們大致上把連續函數的部分講完 那各位也許要記得的是 應該只有這個 我把它稍微寫 留在這裡 好 好 我們今天呢要開始談極限 不過我沒有要去談極限的技巧 因為技巧這個東西牽涉到比較多的微積分 所以我們要談的其實只是觀念 那觀念其實大概大致上各位都知道 因為你在高中都學過 所以今天算是一個複習 但是極限其實有很多種 我們先談你們 或者說從我們學習上 照理說應該是最簡單的一個 那各位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經驗來談 所以我們先來談數列 然後這個數列呢 我們說n在趨近無窮道 這數列會趨近於l 那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不用很嚴格的數學定義的話 那我們模仿一個類似這樣子的寫法的話 大致上可以這樣寫 就是an an 終究會落到l附近 你注意到 我們又用了附近這個詞 an終究 這邊多了一個性的詞 那在談極限的時候 這個終究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如果不用非常嚴格的寫法的話 那我就大概 我就要在這個名詞上比較考究一點 終究 那終究這個詞其實從普通話的意思就是說 它最後的行為才是重要 前面都不重要 這是終究的意思 最明顯的例子是這樣 你們都看過愛情小說 愛情電影 兩個人終究會在一起 是什麼意思 你們應該都很清楚對不對 如果是用八點檔的講法的話 那那個終究比較精彩 好啦 譬如說 我們隨便亂講一下 男女主角可能從小青梅住嘛 住在隔壁村 一個住街頭 一個住街尾 很早就認識了 暗定終身 然後呢 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女孩子就搬走了 有沒有 很多電影都這樣 以為兩個就分開了 因為小時候就不算 可是後來到大學的時候呢 兩個人在台大校裡就碰到了 好啦 這樣算終究在一起嗎 好像還不算 對不對 因為後來男生去當兵 女生寫封信來說 她剛好拿到獎學金 她要出國了 就到美國去了 那男生家裡很窮 沒辦法出國 所以又分開了 這下大概沒有什麼希望 後來呢 男生就不曉得為什麼走私 開始變八點檔了 也就是走私 然後跳機 跑到美國去 在紐約街上又碰到女主角 好啦 兩個又在一起了 但是不久女生因為走私的糾紛 因為男生走私的糾紛 就被黑手黨綁架走了這樣 然後她要去追她的時候 好不容易追到 然後女主角又穿越了 那男主角好不容易發明了機器 穿越到那邊的時候 發現女主角被外星人綁架了 好啦 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故事你要怎麼掰都可以 反正前面高潮跌起 就死命不讓兩個人在一起 這樣 終究 就這個戲演到最後 如果這個編劇還沒有把他們兩個弄死的話 就是說一定要讓他們兩個在一起的話 終究到最後就會產生那種非常幸福的結局 到最後兩個人終究在一起 好 這樣就很清楚了 終究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你要討論 好 讓我回答 八點檔忘掉 這個萬變不離其中 第一個極限都是這個例子 這當然是0啦 沒什麼好講 先問題是說 我們說這個極限是0 這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直觀上是 那我們說他滿足這件事情 也就是1分之1 終究會落到0附近 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事情大致上要怎麼解釋呢 那我們已經知道0附近的意思就是 就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數 所以譬如說這個女方要考驗男方 假設我們把這個1的單位寫成公里 所以他可以把他的這個附近 像是1公里的範圍這樣子 是單位 假設長度是公里 那男主角就說 那沒問題啊 我從一開始就已經在你的1公里左右 為什麼 因為從0在他附近 這是1 這是-1 那我剛剛說假設單位是公里 所以假設0是女主角 假設0 女主角 就是男生呢 從一開頭n等於1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1了對不對 到2的時候就在1分之1 3就到1分之1 所以他當然終究在裡頭 因為他是一直一直變小 一直到這邊 所以他終究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你可以說他通過考驗 你不要看1公里 1公里也還算蠻厲害的 但是女主角說 不行 我還是要考驗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你中間做了什麼事 所以我把這個附近的現在縮小一點 我取成1分之1好了 所以把它取成小一點 變1分之1 1分之1公里大概100公尺 其實已經很煩了 一個人一直跟在你旁邊100公尺 動不動就出現跟你打招呼 因為你喜歡所以沒問題 你如果不喜歡就很煩 10分之1 這個男主角當然就說 好吧 前幾天我可能稍微要處理一點事情 可是到了第10天之後 n等於10之後 他就全部都落在裡面了 因為n分之1 因為再過來是10分之1 11分之1 12分之1 那女主角不相信 因為好吧 這反過來 男生會說有些女生很煩 都已經跟他說我喜歡他了還不算 好啦 女生說我要取得很小很小 這個附近要很小很小 我取得1千分之1 1千分之1是多少 是1公尺啊 對不對 1公里的1千分之1是1公尺 你為了要證明你喜歡我 你終究會在我旁邊 你要說你大概什麼時候開始 你會在我1公尺旁邊 男生說好 那我要好好處理一下 假設每一個時間都是1天 千分之1他說我花1千天 大概3年左右 之後我就會在你給我的要求的範圍之內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可以一直問下去 問下去我也不太好講 因為千分之1再過來就是萬分之1 那就變成1公分 好啦 這樣就有點過分了 但是我 那其實在做那個嚴格的數學證明的時候 其實他做的是類似的事情 就是當我說AN終究會落到L附近 這個終究跟附近聽起來不是很清楚 但是在我剛剛這個例子裡面 他其實給你一點東西是可以算的 就是說當我這個附近 那就是說這個女孩子要提出一個考驗 我告訴你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範圍 然後那男生馬上就可以回答說 好 我大概什麼時候開始以後 我就會終究落在這個範圍之內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需要的是數學 就是要稍微算一下 那因為我這個例子裡面 N分之1算是最簡單的 所以這個通常比較麻煩的是比較複雜的式子 但是因為我已經說過 我只是要舉簡單的例子 讓你們理解這個意思 那在極限的例子裡面呢 經常有幾個 其實應該是說有幾個經常出在是非體裡面 比如說Limit這樣子 比如說這個極限 這個極限是什麼 沒有啊 應該不可能吧 因為我們的極限是說 你要滿足Limit n 趨勁無窮大 A n 等於L 這個L呢 我們要求它是一個時數 那你要怎麼說明它不可能呢 那其實也蠻簡單 你就想像 你就想像你是 你想要知道 我們把他反過來 男女顛倒好了 譬如說這個女生是這個N 你想要知道他的極限是什麼 那有一個男生呢 他覺得他應該是他的終身的那個對象 所以譬如說這個男生站在1000的位置 然後這女生呢 1 2 3 4 5 你就看著他一天一天的接近 慢慢的靠近你1000 所以你心裡面當然非常的確定說 應該是我沒錯 因為他一直朝我走過來 然後再過來 但是電視上常發生的事情 就到了999 1000的時候呢 你手都已經張開了 他從你旁邊走過去了 完全沒有理你 繼續往下走 所以你就搞不清楚到底是誰 但是你也不要太在意 因為地球上所有男生 不管站在哪個位置 全部都發生一樣的事情 他根本沒有留戀的 一直往前一直走過去 好了 所以呢 他們就發明一個符號叫無窮道 就是說也許這個女生 她根本對地球上所有男生 都沒有任何的掛念 她朝向的是譬如說這個叫上帝 這故事怎麼突然變這樣 但我的意思是說 這有時候我們叫做Limit 這個N的極限是無窮大 無窮大不是時數 這你們千萬記得 所以無窮大只是一個記號 這個記號表示這邊發生什麼事 只是這個意思而已 它發生的事情就是N一直往 就是很大很大的方向走 它沒有任何的極限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寫不存在 這也是對的 因為這是原來這個極限的意思 就是極限我們本來問的是說 它的極限是多少 然後你說你能回答 譬如說1啊2啊 或者L啦 是它的極限 但是在這個情況 其實這種極限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回答不存在也是對的 當然這個不存在有很多種類型 我們剛剛講是中間某一種類型 這個類型稍微特別一點 所以我們有時候把它記成這樣 這是從幾何上來看 你不要把所有不存在都寫成無窮大 也不能這樣寫這樣子 這是一個例子 我剛剛說不存在很多種類型 我們就來看另外一種類型 比如說這種類型 這個數列其實是很簡單 它的麻煩只是在於辨別 它到底有沒有極限 這個是什麼 就是它就在1跟-1中間 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對不對 這是一個不太好的故事 就是說你如果從偶數月去看 你不要每天檢查 偶數月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他每天都在這邊 真的是太專情的一個男生 這樣子 偶數月全部都在這裡 就是它的極限看起來是1 但是你一打開這個基數月的紀錄 它全部都在-1 請問 請問 從嚴格的定義來講 這個數列有沒有極限 我很了解 有些人會覺得這個情況也不是太壞 這情況就有點像剛剛這個 它情況也不是太壞 就是說 好 這壞不壞 當然就看各位怎麼想 如果你覺得情況不是太壞 你大概是屬於明清或者明初時代的人這樣子 依照我們現在的標準 這個情況是很糟糕的 好 那我們的標準是現在的標準 所以如果你問說他終究是會落到L附近 我相信是這樣 在1的這個人 他不會覺得他是終究 因為他其實每個基數月他都跑掉 就說這樣子 所以從1的觀點 他並不是終究落到1的附近 因為他始終會跑掉 從-1的觀點也是一樣 他也是始終會跑掉 你只是說從一個比較寬容的角度來講 他稍微好一點 只是這樣子而已 OK 所以我們還是寫 不存在 這樣子 那這是兩種不存在的類型 好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好 這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這例子的關鍵跟前面不一樣 這例子是要講某一個法則 那各位注意到的是 SineA不曉得怎麼算 SineN 因為N不是普通的角 它是近度量 所以N是整數的時候 通常大家都很少看到 Sine1、Sine2 一認就傻眼 完全不知道怎麼算 但是這個問題很實質的就在問 這個極限是多少 所以我們要說明這個事情 那 首先這個SineN 它怎麼跑 你其實很難度量 這是0 我們唯一知道就是 它在1跟負1之間 但是SineN的跑法呢 這是一個還蠻遠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它在哪裡 它就是亂跑而已 簡單講它就是亂跑 從你的觀點 好 但是我們要說明呢 它的極限其實還是0 那這裡面當然有一個 你們從高中就知道的 基本的方法 因為我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知道 所以我知道它會被關在 N分之一跟負N分之一中間 因此當N變大的時候 因為N分之一跟負N分之一 終究會落到0的旁邊 這個被夾在中間的 當然就只好也終究落到0的旁邊 這樣子 這情況有點像你畫這個圖 各位有看過那個 在電視上這個動作片有一種機關 機關 這是兩座牆壁 一個人在中間被困住 旁邊這些都是牆壁 而且很糟糕的是 這個東西會移動 所以它慢慢的往這邊夾 慢慢的往這邊夾 其實這邊就是這個意思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雖然這個男生看起來到處亂跑 但是女生說 你到底什麼時候會落到 譬如說十分之一附近 然後這兩個牆壁呢 就是N分之一 跟負N分之一 負N分之一 所以你現在隨著N的變大 推推推推 推到十的時候 這邊是十分之一 這邊是負十分之一 雖然sin十除以十 到底在哪裡不知道 但不管怎麼樣呢 因為我很確定 它是在這兩面牆壁中間 所以這個男生就反正在中間某處 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確定在某處 所以隨著這東西慢慢的夾過去呢 然後你就可以很確定 它會落到0的旁邊 那因為有這個呢 所以我們通常把這個叫 這方法叫甲級法 或叫三明治法 這方法是說 如果你知道一個數列 它被兩個數列給圍住 而且你還知道旁邊這兩個數列 你已經知道它會去近於同一個數的話 那中間這個呢 它就會只好跟著也去近到同一個數 那基本想法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如果要寫清楚就是 好 我把這個插掉好了 就是說如果有這件事情 那我就有limit n 趨近無窮大 負 n 分之一 小於等於limit n 趨近無窮大 這樣子 同時給極限 然後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 所以只好 只好推出來這個等於0 好 那這個大致上就是回顧一下你對極限 我想這些例子大致上已經說明了 那底下我們要說明一個事情是說 你其實很多數列的極限 你之所以會算 其實有一些東西是隱藏著 你假設它是對的 因為直觀上你覺得它根本是對的 那這種東西我們稱為數列的四則運算 老實講這些你們大致上都知道 雖然也許不曉得它為什麼對 但是大致上都知道 所以譬如說我們假設 這個n 趨近無窮大 an等於l 就是如果你已經知道這個極限是l 另外一個數列bn的極限是m 那你把這兩個數列加在一起 它的極限就是l加m這樣子 然後乘法也是對的 an乘上bn 我這個要假設m不等於0 m等於0不對 這樣子 然後第四個 假設hx在l連續 其實就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我要先講連續函數 因為在很多地方 其實你們都已經用過了 這個東西 這樣子 我看有沒有例子直接說比較快 我要稍微證明一下中間的式子 不過我先舉一些例子 譬如說limit n趨近無窮大 n平方分之一 那這對你來講當然是0啦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只是用這麼簡單的例子 我來說明 剛剛左邊的是什麼意思 就這個地方你可以想像 它其實是等於下面這個式子 也就是說它是n分之一的極限是0 然後呢 因為這個極限是0 這個極限是0 然後這個依照左邊這個式子 你知道它相乘 這個地方 它乘起來就是n平方分之一 所以它的極限就是0乘以0 所以當然是0 這樣子 像這樣子 這是一個例子 或者呢 我們再寫稍微複雜一點 但是其實你也知道的例子 譬如說像這樣子 這個時候呢 這個極限 我現在舉的例子都是簡單的例子 也就是說你通常 我如果在考驗上寫這個 你可能直接就把答案寫出來了 這樣子 那我現在只是把這個東西放慢 讓你看到其實你中間做的大概什麼樣的事情 這件事跟極限無關 因為這個式子就等於這個式子 所以我把它同儲於n平方 這個動作倒是跟極限一點關係都沒有 有關係是站下來的東西 站下來呢 我們就嚴格的寫 它要寫成Limit n趨近無窮大 1減掉n平方分之一 然後呢 再寫成Limit n趨近無窮大 很煩喔 加上-1乘上n Limit n趨近無窮大 1 1 Limit n趨近無窮大 1 加上Limit n趨近無窮大 1分之一乘以1分之一 好 比如像這樣子 我並沒有說你們考試要這樣寫 除非我考的是說 你會不會用極限的四則運算 請你分析一下中間這個極限怎麼算出來 除非我這樣考 我並不是說以後你的極限你都要這樣寫 這樣就死人了 好 這太累了 這樣子 我現在寫成這樣 我只是告訴你 就算這麼簡單的操作 你在直觀上其實一下子你就覺得應該是對的東西 其實它都是一步一步做出來的 譬如說1-n平方 1-n平方其實就是剛剛的第一個 這牽涉到加法 你就把減法跟加法看起來一樣 中間牽涉到有一個數列它叫1 從頭到尾都是1 另外這個數列是n平方分之一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但其實中間還缺一個 就是這邊有個負號有個負1 你要把它提出去像這樣 所以光只是這件事情 你如果很仔細的分開來 因為我懶得把它寫完 這個極限還要再寫 Limit n 區移動到負1乘上 Limit n 區移動到 n分之一這樣子 到這個地步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多項式 基本上就用這個方式來寫 換句話說所有的多項式 你只要匯 1-n的極限加上四則運算 你就把所有的有理函數的極限 大概全部都寫出來了 意思是這樣 好 這是一個例子 然後我再舉一個例子 其實我講義上應該寫這個例子 又譬如說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其實你沒辦法算 因為主要是sin 就是你心裡面有一個感覺 但是你其實不曉得怎麼寫 因為你沒辦法去算它 所以你也沒辦法去終究 這個終究到底要怎麼寫 因為你加上sin以後 你那個時間你就估不太出來了 你心裡面知道說它反正一定要對 但是你估不太出來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第四個例子 要用到第四個例子 那就是一方面你知道 limit n 趨勁無窮到 n分之1等於0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假設hx等於sinx 那我們知道這是連續函數 它的任何點都是連續的 所以你現在利用第四個 你就知道 limit n 趨勁無窮到 sin n分之1 其實會等於sin limit n 趨勁無窮到 n分之1等於sin0 譬如說這樣子 我這邊用了一個稍微快一點的寫法 但是寫法因為很漂亮 所以我先把它寫下來 這個東西的極限 你的sin跟limit這個符號 你可以把它轉過來帶進去 但是這個等號之所以成立 完全是因為第四個 就是我要考慮這個極限 那因為sin是連續函數 以至於這個 它這個極限其實應該要等於sin n分之1的極限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l 所以就是sin0 因此就得到0 本來應該這樣寫 但是因為我就把這個第一個式子 把它帶進來寫 然後中間這個 換過來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知道sin也是連續函數 得到的結果 那就是第四個東西 所以在這個寫法裡面 你只要知道sin也是連續函數 其實你並不是真的需要去做 剛剛講那個中究 做那個估計 因為從這個地方 事實上你就清楚的說明它其實 極限其實就是sin0 OK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四則運算的原因 就這些東西也許對你來講好像很顯然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它就是幫忙你做很多 其實你不曉得怎麼做的極限 所以我稍微說明 我都不敢說這是證明 我稍微說明一下 譬如說第一個 第一個最簡單 我先說這個 讓你先知道大概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們再來說明那個第四個 第四個稍微麻煩一點 那二跟三介於中間 我就留給你去寫 所以第一個 我們想要說明這是對的 那你知道它應該是對的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其實就是出在 我已經講四則運算本身是連續的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第一個 Limit n 趨近無窮大 an 等於L 那這句話的翻譯就是 an 終究會 終究會等於 好不好 不然我 那我發明一個符號好了 好 這個符號就只有在這個說明 有一點用而已 an 終究會落到L附近 所以我就把它寫成 an 終究等於L加上很小的數 就這樣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們知道Limit n 趨近無窮大 bn 等於m 所以bn呢 它也是終究 等於m加上很小的數 你回想一下我剛剛講的那些例子 然後回想一下終究的意思 所以你就知道 an反正到後來就會落到L旁邊 bn後來會落到m的旁邊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你去做an加上bn 那從你小學的感覺 你當然就知道 既然an落到L旁邊 bn落到m旁邊 所以它反正加起來 當然會落到 L加上m的旁邊 這樣子 但是既然是這樣 那就表示an加bn 你把它想成是一個數列 那麼在n區裡無窮大 也就是說它終究呢 它會等於它 意思就是這邊寫的意思 所以這證明 這樣看起來其實是非常簡單 它只是把你在小時候 關於四則運算的理解把哪來寫而已 所以你現在可想而知啊 這些2跟3其實都是一樣的 因為乘法這個運算也是連續的 除法這個運算也是連續的 只要分母不是零這樣 這樣就證完了 好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四個 第四個稍微麻煩一點 所以第一個我們知道說 limit n 區境無窮大 我們把an等於l 所以就是an 終究 l加上很小的數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假設 這是第一個假設 第二個假設 是我們假設hx 在l是連續的 l加上很小的數 它會等於hl加上很小的數 因為它是連續的 所以它會把l 有附近的數印到它的函數值的附近 這樣子 好啦 所以你現在考慮 把an帶到h以後的極限 所以你要考慮的是limit n 區境無窮大 h an 你要考慮這個極限 那事實上你就是在問h an 終究會落到哪裡去 其實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要問的是h an 終究會落到什麼東西旁邊去 但是你現在把旁邊這兩個 把它寫下來 你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h會把l附近的數印到這邊來 但是我知道an終究會落到l附近 所以這兩個句話把它套在一起 就是an 它終究可以寫在這裡 所以就是an這些數 終究會落到l的旁邊 但是h又把l旁邊印到這邊 所以你就得到han 跟終究 這樣子 這兩個句話合起來 這樣子 這兩個句話合起來 那所有那些在旁邊的 從h去連續 我知道它已經會落 它的這個印射過去以後 一定會落到這附近 因此你不管那些n前面大的 發生什麼事我都不管 你只管那些 終究它已經落到它附近來的那些 那些數全部都會落到hl的附近 這樣子 因此你現在考慮h an的話 那它終究就會落到hl的附近 因此我們就說明了後面這個事情 這種東西說抽象也是抽象 說簡單也是簡單 其實只是把一些東西把它寫下來 只是這樣而已